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两位历史上著名的占卜奇人 他们占卜极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命运既然能被算出来,为什么改不了呢? 真的不能改吗? 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民国奇人林庚白为福建省闽侯县罗州镇人 他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及包姐抚养成人 相传他四岁就能作文,七岁能写诗,被视为神童 13岁时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 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的北大 16岁时林庚白参与辛亥革命 很快就成了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 1913年,不到20岁的他就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 与此同时,他还是北大俄文系教授 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 可谓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 作为著名的诗人政治人物,林庚白一生从政写诗 但是他真正的名满天下则是八字命理 并著有人见命理存艳一书 但真正让林庚白轰动天下成为传奇的呢 是他在1915年的一则语言 那年冬天呢,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违背了跟革命党人的约定 决定自己登基做皇帝 当年呢,参与辛亥革命的年轻人们 那是各个起的义愤填膺 但又不能拿他怎么样 毕竟袁世凯手握重兵嘛 大家一时还拉不起一只强大的队伍来跟他抗衡 唯一能做的呢,也就只能是聚在小酒馆里喝喝闷酒 骂上两句出出气 那天呢,大家又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 林庚白突然间就站起来了 说,袁世凯没做皇帝的命 他要是敢称帝啊,一准遭死 大家听了呢,都摇头苦笑 只当他是发泄一下愤懑 所以呢,也没人当真 不过呢,林庚白显然是认真的啊 就接着说了 我最近研究命理啊 从袁世凯的八字来看 他真的活不长 不信呢,我就把他的命数写在墙上 大家以后来看 说着呢,就在这个墙上写了起来 不过大家喝酒的这个喝酒 聊天的呢,聊天 没人理会他写了些什么 这些人真是淡定啊 居然都没有好奇心 那没想到呢,过完年以后啊 情况就急转急下了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奇异的浪潮呢,是此起彼伏 3月22日 袁世凯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了退位 只做了83天的皇帝 没几天以后呢 报章杂志就开始报道说 袁世凯健康出问题了 很可能是得了尿毒症 5月份呢 本来就变得难得露几回脸的 这个袁世凯呀 每次一出现还都是面容憔悴的 结果一个月以后的6月6日 一代萧雄是可然尝试了 袁世凯过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啊 那革命党人士奔走相告 喜极而泣啊 有人就想起了 林耕白写在墙上的那个预言 回小旧馆仔细一看呢 白底黑字分析的有理有据 不过了呢 还来了一句这个评论 说啊 相成寿命将终 这个相成呢 指的就是袁世凯哈 那些谈贯相庆者 图以冰山为泰山 冰山嘛 过不了几天就融化了 林耕白呢 也就借此啊 说袁世凯当皇帝不会长久 从那以后啊 那林耕白就名声大噪了 那身边的名流们 是纷纷前来找他算命 趋极避凶 而他呢 也是来者不拒 说话呢 也不避讳 直言相告 算出啥就说啥 比如说啊 他曾预言 民国元勋 廖仲凯呢 将横死 胡适呢 会在文坦上大方一猜 戊戌变法 发起人康耀为 是命运多舛 那么71岁左右就去世了 大士人徐志摩呢 死于非命 那我们现在看呢 发现这些都被林耕白 是一一严重了 廖仲凯1925年 被刺杀身亡 胡适呢 日后成为了大文豪 康耀为 虚岁70岁那年过世 徐志摩1931年 乘坐飞机失事呢 死于空难 然而呢 林耕白的好日子 也并不长久 因为林耕白呢 很快就算出了 自己45岁上 有个雪光之灾 左算右算都过不去 他就想自己经常为人断命 难道就无法改变命运吗 1941年呢 是日军轰炸重庆最猛烈的一年 6月5日 因市民在防空洞内 躲避轰炸而发生混乱 导致1000多人死亡 史称65重庆隧道惨案 逃亡途中的林耕白呀 震惊之余 再次为自己推演八字 最后他觉得 如果继续留在重庆 那就是必死无疑了 在重庆呢 林耕白后来打听到啊 在重庆有一位相面大师陶半梅 算命呢 非常的灵验 就前去拜访 寻求呢 解救之法 陶半梅 陈银半赏说呀 从你的面相来看 怕是过不了45岁啊 或者逃到乡下试试吧 或许可以躲过一劫 听到陶半梅也算出 他最近会死于费命 林耕白这个心中 更是害怕不一样 急忙携妻子去香港 妄图呢 躲过这场灾祸 没想到是人算不如天算 林耕白夫妇 12月1日抵达香港 仅仅七天后 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香港很快被日本宪兵占领了 一天呢 林耕白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啊 就遇到了在盘查人口的日本兵 误认呢 他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 那林耕白呢 当时可能也是懵了 也不解释 只是一味的向家的方向跑去 日本兵当场开枪 子弹从身后 穿入呢 击中心脏 林耕白是当场毕命 年仅44岁 林耕白死后啊 他的遗骨被草草掩埋在香港 天文台道的这个菜田之中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 才被迁回上海安葬 一代命理大师是如此结局呢 为时令人唏嘘 痛心之余呢 大家也纷纷讨论起了 林耕白为什么躲不过灾难这件事 这世界上恐怕最令人难过的呢 就是明知道自己哪天没 但是呢 还无能为力 说白了呢 还不如不知道 知道了更有负担 但林耕白并不孤单啊 历史上比他有名的多的 西汉医学家金房 也一样逃不过自己 给自己算出的命运 我们现在呢 就要给大家说说金房的故事 而且我们还要为大家揭秘 为什么像金房和林耕白 这样的占卜大师 都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 难道真的是因为 已经安排好了的 就无从改变吗 金房呢 是医学大家 擅长根据天象变化 来预测人世 是六摇八卦 预测粘法的创始鼻祖 然而啊 就是这样一位 开山立派的医学大师 最后呢 却死在了自己的 预测能力上 汉书中记录说 当年金房呢 师从焦岩寿 学易经的时候 焦岩寿说呀 金房得了我的真传 最终呢 会因此而丧命 因为精通一血啊 金房多次准确的 预言了灾祸 这让汉元帝 对他是刮目相看 拜他为太守 让他长随左右 也很听从他的建议 金房呢 有个政敌 就是实险 实险为人狡猾奸诈 那跟金房政见也不同 两人素食不合 那天呢 金房就给皇帝禁言了 说陛下您看 您即位以来呀 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 山崩地震 夏双东雷 各种灾祸和异想 这都是因为您身边 有奸臣的缘故啊 汉元帝赶紧问 奸臣在哪啊 金房说 实险就是 汉元帝不知可否的笑笑 不说话了 事后呢 也没拿实险怎么样 然而这番话呢 被实险知道后 就不一样了 立刻使手段 把金房 调离了皇帝身边 去做地方官 金房呢 当时就被自己 给补了一挂 挂项显示 君臣隔绝 君仪臣微 看来自己这一去啊 怕是有性命之忧啊 于是赶紧给皇帝上书 祈求留下 然而 为时已晚 这次皇上没有听他的 一个月后呢 金房就下狱被杀 死时 只有41岁 金房被杀呢 大家看似啊 他是被政敌 给摆了一刀 可实际上是怨他自己 原因很简单呢 他嘴不言 总把自己 跟皇帝的对话呀 跟学生张伯去讲 而这个张伯呢 嘴巴也不言 又跟别人去说 一来二去呢 就被实险知道了 一撞呢 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要知道啊 那时天象解读啊 向来属于国家机密 是不能随便讲出去的 这一下犯了皇帝的大忌 金房呢 也就难逃一死了 对于易经呢 金房只掌握了 知识层面上的东西 但是呢 他没用心去学 翻译成现代文呢 就是说呀 他熟练掌握了技术 但没有真正掌握 并理解心法 易经呢 看上去是用来占卜的 其实蕴含着 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宇宙观 认为这个世间 万物顺应宇宙的理而运行 非人力可以左右 引申开来呢 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说白了呀 金房所学的 并非人中的理 而是高于人的理 本应心怀弱骨 然而金房呢 却容不了一个政敌 把用周易中所学 当成了官场中 排出一己的一种工具 为自己谋福利 嘴巴又不言 泄露秘密 更是犯了 易学上的大忌 周易中呢 有这样一句话 说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为皆 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出也 就是说呀 有的时候啊 或从口出 人说话又慎重 不是说天机不可泄露吗 所以呢 金房学周易啊 只注重学技术 没有注重修心 思心重 这样呢 他的思想啊 就局限在了人 这个层面 不能跟宇宙 很好的沟通 聪明有余 而智慧不足 这就令他 看不到自己 危机四伏的处境 那林耕白呢 可以说也是这样啊 如果他真用心去学了呢 就应该明白 命中注定的灾祸啊 靠人的手段 也就是想躲藏起来 是躲不过的 按照佛家的说法呢 这世的灾祸 是前世做了不好的事情 造成的 所谓前世之因 后世之过 所以呢 要想化解危难呢 并非无法 而是必须得从修心入手 而不是靠躲 明朝的元了凡呢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他年轻时呢 一个算得很准的占卜师啊 曾经就给他算过命 前半生的命算得很准 但是后半生就不灵验了 命运的转折点 是在37岁那年 从那一年起啊 他就开始这个积极的行善 而命运呢 也似乎随之开始发生了改变 占卜师说呀 他只能活53岁 无子 而事实是 他活到了74岁 还有儿子给他养老送终 69岁那年呢 元了凡把一生的心得 写进了一本书 这就是中国最著名的 劝善书之一 叫做《了凡思讯》 现代人一听呢 就会说呀 是算命算得不准 可是其实不然 如果元了凡 只是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然后就哀声叹气 怨天尤人 那么他就会按照 占卜师说的那个运走 可是他不但听信了 占卜师的话 还明白了这占卜 结果后边隐藏的 天理循环 善恶有报 生生相随的理 所以呢 他就积极行善改命 最终是得到了 与占卜师不一样的运气 这也是我们节目 一直在说 天象变化下呀 如果越多的人 懂得回归信仰 懂得向善 天象就会往好的方向走 不会像现在这样意象贫乏 个人的改变呢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天下人的改变 则可以改变天象 有朋友留言说呀 说你怎么老不说实话呢 说下次再见 却总也不露面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请大家下次再听 拜拜